严香奶奶打开门 让参与设造小旅行的伙伴们 入内参观这百年古厕 红砖 三合院 保存的整理的极好 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吗 社区理事长说 奶奶和发心将土地整理出来 让民众无偿使用 因此社区伙伴才能进行首座步道 同时也能改造环境 赋予地方新生命 步道的部分 就是由我们八肚岩家 那个岩妈妈 她同意让我们来整个做改造 我们总共那时候有十几个志工 一直把它整个清理出来 岩妈妈也很高兴 她说不管是所有居民 或者是说外地的 她也同意说 让我们直接从他们这个地方 可以经过这样子 就让我感觉就是说 跟社区的连结能够很踏实的在一起 因为我之前 我那个高中是去台北念书 然后我其实本身是巴南里的居民 但是我发现我对基隆并不是很认识 那借由这几年跟那个理事长的 那个参与活动 我发现说 跟社区的那个 在地的文化历史啊 以及自然景观有很深切的感受 感谢地方民众一起参与 一起共融 让地方故事可以纯程 亮点被看见 地方居民与在地也有更深的连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